閱讀載具推成初心 電子書作為新興的閱讀方式 近年在台灣逐漸受到民眾接受和喜愛 台灣電子書業者看好電子書發展 最近結合日本硬體廠商 打造支援全繁體中文的電子書閱讀器 同時針對台灣讀者的需求 加大螢幕加入手寫功能提高實用性 電子書業者指出 前幾年台灣電子書營收約佔市場3-5% 預期未來電子書會佔所有出版書籍的10% 鼓勵台灣的內容創作者 多將作品放上平台增加內容豐富性 其實我都覺得台灣的創作內容的人 太害羞了 事實上你都可以把你的內容 變成一個作品放到Rimu上 賣到全世界 電子書業者期待市場成長 除了已經和近2400家 華文出版社合作銷售 也從線上平台走向實體店面 提供民眾實際體驗閱讀器的機會 以吸引更多感興趣的消費者 擴大使用族群 中央社實習記者張綠軍台北報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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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